三位,你們這三組人,在我們演藝圈都是屬於特立獨行,很不受控的 可是你們怎麼會願意組織成一個團隊,一起巡演,一起做音樂?來,秀子 沒有,因為其實我們都是同個公司,阿樂、樂狗就是像我們大哥一樣,學長學的意思 那講真的,大哥說要組,我們就組啊,就乖乖聽話 我們也不會給笑,對不對,因為其實這個演唱會也是我蠻期待的啦 很少在舞台的記者會聽到什麼Gay笑啊,什麼Full Shade 我說我可以繼續講嗎? OK,繼續Gay笑 對,然後其實是蠻爽的啦,本來就是想要一起做一些有了沒 因為本來我們私底下就會做很多合作這樣子 那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,就是一起來搞些有了沒了 了解,因為其實有一些他們各自的演出、商演,他們偶爾就會交叉合作 但是現在就是把它具體化,就變成一個組織,對不對 大約你習慣這樣的團體行動嗎?你們三個人已經意見很多了 現在變五個人,大家彼此協調上面還OK嗎? 我一開始會有點怕怕 為什麼?怕什麼? 就是備份 對啊,怎麼辦? 但是那天團長講了,我們現在是要認真弄這個團喔 對 對,所以一視同仁,就是有什麼好的點子就提出來講 是是 還是不敢 還是不敢,有點俗辣的感覺 不過真的,我相信團長還是很英明的啦 你不會就是,對不對,以團長之姿來欺負這些人嗎? 不會不會,因為其實我講真的,其實頑童就在兄弟本身這個團體是扮演真的非常重要的角色 對,因為其實我跟阿月就畢竟比較成熟了 對,那他們是更年輕,所以他們有一些很新的想法 他們聽的音樂也比我們更新 對,可以交流交流 對,所以其實他們很多想法都會刺激我們去做一些 更我們以前不會去做的一些常識 有道理,所以你組這個團的目的就是財因補揚的概念啦,對不對? 就是有一點 吸收一點他們的日月精華,對不對? 小春來發表一下 從三個人變成五個人一起行動,你的感覺是什麼? 感覺嗎? 感覺喔 其實我覺得應該像是那種美國NWA的感覺 個人都有個人的角色 是,但是一合體之後力量又很強大 對 尤其跟這些前輩合作 其實就是 每一個人在這個團裡面其實都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但是當我們五個人一起上台的時候,那個氣勢是非常強烈 真的,你們剛剛一上台,不要說你們上台 光看這個海報,我就覺得好像好萊塢電影的氣氛 太帥了喔 這個更何況還有12月19日小巨蛋劍 對 那麼多一些 谢谢大家